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争取世界竹论坛在台湾举办 2024竹博览会全台五个县市接力登场 而东区唯一一场则是在花莲县的复礼香 花莲展区竹间天地将在30号到4月7号在复礼香罗山村举办 带来竹生活系列活动 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面向 展示花莲多元礼山竹产业及竹文化的独特魅力 台湾竹林面积18.3万公顷 竹子只需要4年就可以长成利用 具有优越固碳能力 看重新新竹产业潜力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首次举办竹博览会 继新竹、南投、云林嘉义等地 拥有7800公顷竹林的花莲 27日举办2024竹博览会 继世界竹论坛花莲展区记者会 宣布携手花莲复礼香 于30日周六竹间天地在复礼香农会 罗山展授中心登场 希望大家告诉大家 就是到复礼去看看我们这么多的 这个族意的部分 那未来能够怎么样实践 我们争取到这个论坛 我们希望说能够结合这样的一个 那个状况让大家知道 台湾是如何利用竹子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在全国就举办一个 所谓的族博览会 2024的世界族博览会 那这个博览会呢 在台湾只有五个地方 在做展览就新竹台中云林嘉义 东部只有在花莲 所以这个在花莲市我们赶快就是在东部 其实在用竹这个部分我们有很多在生活上应用上跟我们息息相关 所以东部绝对不可以缺席 所以我们希望说争取 尤其是争取在这几年 我们跟副理农会在合作主产业的发展上 不是只有今年才开始 在生活上从108年 从把它做成防蚊液啦 做成竹处液啦 做成这些相关的产品照啦 这些相关的作品 甚至我们做成相关的艺术 我们都在把它变成生活化 甚至把这个竹林整理起来之后 我们让竹林变成是一个疗愈的地方 我们希望说结合国有跟那个中央跟地方 一起把这些相关竹子的产业能够整合起来 然后发展不同的这样 就是借由这次的博卵会告诉大家竹子的利用方式 然后让大家可以再去运用这样的竹的材料 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增加国家的贪汇 副理香早年是竹产业大宗生产地 如今竹生活在副理推动了三年 也营造属于当地的竹林步道 记者会场先曝光台湾黑熊 山腔 穿山甲 灵脚销 石虎 大观旧等离山竹边动物遗述品 希望透过吸引游客参与 体验竹在日常生活的应用 届时活动现场还有竹生活市集 展示竹生活道具 竹甲踏车 竹炭多肉植物等系列活动 搭配免费接驳车 邀请民众来体验离山竹生活的自然与疗愈 记者讲报应 华联士报导 请民众来体验离山竹梯